那為什麼有些人彈歌曲的時候 譬如說 閃蜜蜂 收不泥泥巴爾瑞 有些人譜不一樣 奇怪 哪裡寫錯了 咦 我的字譜不一樣 我告訴你 三年都是對的 但是三年版本譜貼力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死背 可是懂音階的人 就收不泥巴爾瑞 然後你可以去 他們在任何執行裡面 但是我剛剛三個位置都是一樣高度 並沒有高音的 這首歌中間沒人不知道吧 所以你今天小蜜蜂都不會彈 你跟我說你彈什麼歌很厲害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未必啦 現在小蜜蜂不會彈 那是因為沒有去練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小蜜蜂這麼簡單的歌 可不可以嘗試看看 就是把你們學的音階去應用 不限定說 老師這樣教你什麼solo 才叫你有學到東西 而是我剛剛講這些音階 怎麼應用 不是記憲 先把你耳熟能想什麼 唱歌的歌曲的旋律 或是怎麼樣 你很喜歡聽的歌曲的旋律 都一樣把它彈出來 取到你的嘴巴 甚至快樂歌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啊 但是卻不一定有人知道它的唱名 要背起來 solo la so do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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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你今天找低音的人 solo la so do si 那你去找其他位置的solo la so do si 你可以找任何地方 音階熟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即使是一段旋律 像爽蜜蜂或剛剛聲音快樂歌 你不是死在位置 而是可以在每一把位置知道它在哪邊 當然我有更好的練習方法 等一下會下回 下次 待會分享 那這邊我要插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會佔用我的資源 接下來我推薦各位 必練練習的樂句 再待會下一堂 接下來這堂我要做個總結 什麼意思 很簡單 把我們剛剛說的指形 給它加技巧 好無聊 沒錯 其實也不會無聊啦 因為我們現在練的東西 都是練 picking 單音 就是你的右手 每一下 右手都要播 可是表情技巧怎麼練 垂旋 勾旋 滑旋 推旋 站音 點旋 翻音 很炫的技巧 那些都叫裝飾音 技巧 表情音 所以很簡單的是 把你們剛剛基本的指形 去套用在什麼 這些表情上面的話 你一起 自在音階 如果今天在同調學裡面 直播 右手直播 然後再播一次 接下來呢 我通通靠技巧來做的話 就變成垂旋上行 那這樣表情是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原本是 右手每一下都要播一次這樣 它比較強 那如果今天換左手 這樣技巧垂旋下去 什麼叫垂旋 就是從低音到高音 低音的聲音用彈的 後面高的聲音用 垂出來了 打了直到 對不對 勾弦呢 剛好相反 高音的聲音用播的 低音的聲音在前面 用高音 勾出來的 叫勾弦 所以待會我們上行音階 一律用垂旋 下行音階 一律用勾弦 但是我現在把指形套上去 你們就變得比較華麗了 尤其是連垂旋的時候 怎麼連垂旋 右手一條旋只播一次 那如果一條旋有兩個聲音 三個聲音不管 只有第一個聲音用播的 後面的聲音全部都用垂旋技巧 那拉西刀呢 第五弦 我只播第一下 右手一條旋只播一次 就會變成 所以第三弦空弦跟手拉了 只有兩個聲音 這樣聽起來感覺會比較華麗的 哇好帥 他媽呀 所以我問各位 我剛剛教音階你不熟 你怎麼玩這東西 他只是把我剛剛講的指形 泡下去幹嘛 加表記 那下行發出 收工音 那一般我們是 再一個播一個對不對 那勾弦呢 收用播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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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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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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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快一點變成 但是拍子會變成不算 一條弦我一個檔位 一條弦我一拍 兩個手指就變成二零音 三個手指三零音 就變成 一二一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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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 三 好 一共十七個聲音 那下行的麻煩可能要慢一點 吸了手 吸了手 右手只勾一次 其他都靠左手勾弦 連勾弦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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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玩Rock 玩教會吉他必練的基本遊戲 止息 應接止息 加上激情 我們稱為表情音 那拉行呢 你彈得很快 那也是從慢開始 然後很乾淨的聲音 聽起來很舒服 對不對 你覺得很亮 用前段 這樣一般 日柔 那中段就比較在他們之間的中段 有點脆太脆 有點亮太亮 基本上 音色的段數 不要只在最後一段 或第一段 或是要懂得變化 那再來 下行 看我示範比較簡單 同學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應該都是 所以我說下行為什麼難 各位看到沒有 我們每次要換一條弦的時候 然後就說 這支沒有 單獨動作 是 單獨 可是連圓弓弦的時候 是 收拔米 也會起按 收拔米 會收拔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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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做得出來 這種技巧 聽起來感覺是比較有一點搖滾的氣勢 那上行呢 低音到高音 就像上樓一樣 哇好帥 哇好帥 其實是從基本的音階開始練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很基本的東西 我講藥匙要活了 我看各位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想睡著 可是你要知道那有多重要 為什麼 我後面技巧那麼旋 怎麼來的 從前面的音階啊 那我聲音階 同理 好上行加隨旋 朝胡拿米 所以他即興的時候 哇好帥喔 從基本的執行加技巧 阿下行呢 高樂高麗 抖來高storm 豬一二合手 酷一條便機 剝一次 好帥喔 好帥 看我們這樣還很帥 就見到知道 你要多辛苦 等你以後也會了你的學弟 你的學生來問你 老師為什麼那麼快 那這樣的話 你就沒有把我今天教你們的東西教他 你只是示範給他看 所以你要跟你的學生 或是以後問你們講 跟他講說要從慢開始 慢慢疊上來加東西加量 慢做得到 再講快 都做不到 你會想要懂嗎 不可能 好那這每一個技巧 其實都是從剛剛基本音階 疊上來的 所以待會我示範即興的時候 其實把我剛剛講的去用上去而已對不對 好接下來我們把四代音階五色音階 已經講得到一個程度 指形也講一個程度 又加上技巧 好那 模式不是只有橫的模式 我舉個例子 我們音階譬如說Do 那如果直線的話呢 其實這個在solo的時候是很好用的 但是不是像這樣一直神功 對不對 是一直神功 但是會稍微有點變化 可能右手連續彈picking好幾次 我們稱為tremolo tremolo 右手picking佔音 它是學我們國樂的鼓針跟疲乏 這靠音右手的picking 所以我剛剛說五神音階 源自於中國 你不信的話 我知道現在五神音階加什麼 加這技巧 澱邊 tremolo tremolo 我用來一個好中國 因為除了破音之外 我用的是五神音階 用的是國樂常用的表情 當然x約也會用到 所以右手picking佔音 對 那左手剛剛講的垂弦 上行垂弦 下行勾弦 只要把這兩個聲音 這兩個技巧 快一點 連續一點 而且只有這兩種聲音交互 垂勾弦是佔音 英文叫Trio T-R-I-L-L 它是垂弦跟勾弦的結合 它也是一種佔音 所以我剛剛英語就講的垂弦 勾弦 右手 Trimulor佔音 左手Trio佔音 那更常它的佔音叫什麼 叫做Vibrate 用腳提琴 柔弦式或是電吉他搖滾的 推弦式佔音